今天是非常有趣的、 也非常奇怪的教訓耶穌基督教訓。 我認為是奇怪的, 因為耶穌基督教訓耶穌基督教訓, 在生命中, 但實際上,他們不太容易。 從一種目的, 耶穌提到眼睛, 你的眼睛是身體的光, 它是有點奇怪的, 但他在這裡的意思。 當耶穌提到眼睛, 眼睛就是身體的靈魂之瘡。 其實, 有很多批評, 但是, 這關於眼睛, 這關於善良善的眼睛, 也就是一般俗人, 善良善的眼睛。 善良善的眼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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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良善的眼睛。 我們會看到這個在《聖經》不同的部分, 例如,如果我有錢, 為什麼你的眼睛是壞的? 意思是, 為什麼你的眼睛是壞的? 為什麼你的眼睛是壞的? 耶穌所教導我們的良心、 在我們生活中必須要有良善的心、 良善和憐憫的態度。 什麼意思呢? 這是我們看到真實的。 我們可以看到是在現實面上, 所看待一切的東西。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, 例如,我們的丈夫、妻子、工作人員, 是壞的,或是壞的。 所以你可以對你的配偶、丈夫、妻子、 講一些良善的話, 或是在職場上的同事, 講一些良善的話, 或是講一些惡毒的話。 事實上,沒有絕對的善, 也沒有絕對的惡。 而是我們所做的選擇。 是我們在我們生命中做一個良善的選擇, 看這個世界上是善的, 或是看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好的、是惡的。 如果我們有這些東西, 你會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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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對我來說, 你會說, 這對我來說, 你會說, 這對我來說, 我能說, 我能改變就改變了嗎?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, 因為它是從人類內心的內心發出來的。 所以, 如果一個人的心理精神面, 他如果就已經病了, 所以他來到教會, 他就是在看一些東西, 找一些東西, 就可能說, 這裡很髒, 那裡又不衛生, 又什麼事? 所以, 她的眼睛永遠看不到, 他眼前的順向畫這麼美麗。 一個人像這樣的人, 甚至在天堂上, 也不會很開心, 因為他會找到一些東西, 說, 這個花朵不太好, 另一個人不太好, 也不會很開心。 所以, 即便這樣的人, 就算他到了天堂, 天堂的花朵也不會很美麗。 所以, 從一個角度來看, 在微小的事件上, 能引發出這個智慧, 那這個看似簡單, 事實上, 沒有那麼簡單。 因為我再說, 這就是, 很多人的疾病, 從身體, 從記憶體, 從文化, 不好的東西, 也許多次需要藉蔽, 才改成這個感情, 的症狀, 的看見。 這可能就會是中華的, 秘密。 那這個會牽涉到很多關聯, 可能是你前的生命歷史所造成的, 或是過去的經驗、生活周遭、文化、教育的影響。 從此以來, 耶穌是向生命的動態。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, 因為我們是聖書人, 以及我們在社會上的生活。 我們必須明白的一件事, 耶穌所說是, 不要太擔心, 你吃什麼、你喝什麼、你喝什麼。 這是非常深刻的事。 為什麽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。 看起來是非常簡單的。 因為我們知道, 我們會知道, 我們會不吃、又不喝, 那你更容易死亡了。 我們也知道, 最終的結果, 不管你怎樣保養、吃得多好, 反正你最後還是會溢死。 所以,這不是只是, 我不知道, 因為這句話, 是俄羅斯文的名字是美瑞納, 中文是優欲, 但在歷史上, 是俄羅斯文的名字是美瑞納, 就是優欲。 這句話, 但一直在這方面, 有些擔憂。 那他这种关心的事情上 并不是说你关心说 生理仪结束了 你可能要去哪里吃哪里 餐厅吃或什么 那这不是这样的 那那种忧郁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还有一些担忧的成分